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想要走政治这条路 所以你要走政治你的马来文一定要搞好 因为国会辩论也好 正式语文也好都是马来文 所以他知道这个是短板 他就去勤学马来文 包括在车上就会听马来文的电台 然后从那边学习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马来文这么流利的原因 所以有心不怕词 只要你有心去学真的努力去学 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守到哪来的 Howerly的经历就是给大家最好的例子 那他马来文很好嘛 所以他经常会用马来文来录制影片 TikTok影片 抖音影片来发出去 因为我有他的电话号码 我也认识他了 我有在他的群组里面 所以他每次都会发这些影片给我 他这个引起争议的影片 我也很早就看到了 但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了 那他是为什么会遭受到调查 因为有人去举报他 然后说他非穆斯林 不可以诠释可兰经的条文 他诠释的是阿尼撒 就是可兰经的其中一个篇章 第59条文 里面有一句话是讲 你要忠于我们的阿拉 忠于阿拉之外 你也要忠于领袖 所以李存孝就用这一个条文来说 回教党你是玩弄宗教 可兰经都跟你说要忠于领袖 那为什么我们的国家领袖 你一直在外面搞手段 所以你自打嘴巴 你讲一套做一套 讲跟做的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一 其实他一这样子讲了之后 哈拉卡就是回教党的党报 哈拉卡 他就有写了一篇文章 来回应 Hoverly的这一番言论 说他全是错误的 他回应的方式 他并不是说要去举报他 也不是说你是华人 你不懂就不要乱讲 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底下我会讲 我们不要因为出声来反对 我们应该点跟点的碰撞 不要说洪律师 你骂安华的 所以你讲的什么我都不听 这些是不对的 我骂安华我是有理由的 我也有赞安华 该赞的我就赞 也很多次赞安华 其实但是他们会选择性不堪 所以最终还是要看我理据 我骂安华的有没有理据 我骂火箭的有没有理据 我骂老马的有没有理据 我骂慕尤丁的有没有理据 这才是重点 理据跟理据的通装 所以回教党在这一点子上做得蛮好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回教党去举报的 不过回教党在哈拉卡 他们的党报其实有回答 李存孝说他全是错误的 这一个经文是讲 你对阿拉的效忠是无止境的 你一定要效忠阿拉 你作为回教徒一定要 但是效忠领袖是有条件的 是这个领袖必须是服务于人民的 不是为了自己的 然后是遵守回教的教义来领导的 我们才要效忠他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这些贪污腐败 欺压人民剥削人民的 不好的领袖 我们当然就不需要去推崇他了 这也是很make sense的 很common sense 回教伊斯兰教的领导之下 很多时候都推翻了 他们当时的领导 像伊朗 我之前讲解过的伊朗 这个伊斯兰革命的历史 甚至先知莫罕默德自己 其实也是推翻了当时的统治 创立了自己的伊斯兰帝国 所以李存孝这一番讲话 很明显是不正确的 不管他是华人 不管他是非穆斯林 但是你说你信奉伊斯兰教 你就不应该去反对统治者的意见 这一点是不正确的 那就有人去举报他 举报了他之后 现在警方说要调查他 会传照他来讲话 其实警方这个态度也是有问题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个新闻 就是首相的安华的摄影秘书 就是帮安华拍照的人 在国会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就拍到一位国会议员 在抽web 抽这个电子烟 但是那位国会议员很搞笑 有眼睛看了都知道是电子烟 你道歉就可以了 像希尚姆丁 之前在国会抽电子烟 道歉就可以了 没有人会觉得是一件大事 你就是不小心 而且他是走着出来 不像希尚姆丁 是在开会的时候在那边抽 可是这个国会议员死机撑犯盖 说我是在hitsup 所以给很多人笑 所以这种小事直接认错就可以了 这位国会议员 他就有去报警 说这些人污蔑我 然后警察不调查 警察还出了一个公告 说这个报案书我们不会去调查 因为没有 在我们看来没有刑事元素 你对比一下Hoverley的这个事情 警方马上高调说 我们会调查 也会传到Hoverley来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警方认为这个报案书 是有刑事元素的 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警察认为有错 所以就招Hoverley 要调查这一件事情 那我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有看我直播 听过我讲 我讲过很多次了 都是 伊斯兰教其实是禁止 非宗教师 不是非穆斯林 是非宗教师 去诠释 可燃经 或者是圣讯的 禁止 只有宗教师 有资格的人 才可以去诠释 这个我在之前就已经讲过了 听过的读 有八个五 所以并不是说你 非穆斯林 不能诠释 你非穆斯林 你也可以去考 去做宗教师的 只是你不能步道 因为在马来西亚 你步道 你要考准证 但是你可以去学习 伊斯兰知识的 可以成为宗教师的 可以成为一个宗教的专家 你可以去埃及 去沙迪阿拉伯的大学 去读这个宗教文凭 是可以的 真的是可以 所以你也可以变成宗教师 这是我要讲的 就算你是马来同胞 就算你是穆斯林 你也是被禁止诠释经文的 所以其实这一个制度 它有好处也有坏处 它有好处是 不会那么容易 被人曲解它的经文 所以伊斯兰教 是流传这么久远 这么多的宗教里面 它的宗教教义是最蠢的 甚至有些人觉得蠢过头了 就是原教旨主义的成分太多了 为什么它会那么蠢 就是因为你不能失智权势 所以它很蠢 它还是跟当年 先知传教的教义 几乎是一样的 原因就在这里 当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诠释 像佛教 其实每一个僧侣 每一个宗派 大臣佛教 小臣佛教 藏传佛教 南传佛教 北传佛教 他们都有自己的诠释 所以每一派的观点 每一派的看法都不一样 变成佛教 有各种不一样的教义 各种不一样的诠释 但伊斯兰教很纯 就是因为 它有这一个限制在这边 这一点我很早就跟大家讲过 但是它肯定也有坏处 坏处就是它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因为权势宗教的权利 很多时候 你这样子限制的话 它只会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而这少数人 它就会变成有阶级之分 因为物以稀为贵 当你这少数人可以权势 那你的地位自然就大大的提升 所以在伊斯兰之下 或者是这种少数人掌握权势 或者是少数人掌握权力的情况之下 会比较容易出现剥削的情况 这是它的坏处 所以有好有坏了 看你怎样去看 这一点我之前就讲过了 这是为什么 之前我在讲圣讯第八条的时候 我直接跟大家讲 听到的读有发个十 不要发五的 我直接跟大家讲什么 我讲我不诠释这个条文 我现在讲的就是字面翻译给大家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去诠释 所以我当时在讲圣讯第八条文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这个是它原文里面讲的 你要信奉我们的宗教 你的血跟你的生命才会受到保护 这个是原文里面讲的 我不诠释 我直接已经讲了 听过的读有发誓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我没有资格诠释 我也确实不是宗教师 我在大学有读过阿拉伯文 然后有宗教师的老师 他有跟我分享宗教知识 然后我有拿回教法 但我离宗教师的资格差很远 我清楚知道 但可笑的是 在战场群 在铁粉群 有很多人 用这点来攻击我 说洪律师 你不能只看字面意识 真正的意识是这样 笑死人 你是宗教师吗 你有资格可以诠释吗 而且更好笑的是 这些人的诠释 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有在铁粉群的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阿字头 我忘记他的名字 他名字不重要 反正一个阿字头的 你要说他是铁粉 因为他在铁粉群 你要说他是黑粉也可以 因为他的看法 每次都跟我不一样 当然你要说 他是跟我不同意见的人也可以 他讲什么 他讲 Nabi Muhammad就是先知 是神的儿子 是天子 我直接回答他 讲Nabi Muhammad是天子 是神的儿子的人 你应该是 头脑有问题 Nabi Muhammad绝对不是天子 他也不是神的儿子 基督教才讲 耶稣是神的儿子 回教从来没有讲 Nabi Muhammad是神的儿子 他只是神的信使 他只是一个使者 是一个中间人 把神的旨意传下来罢了 跟基督教三位一体 圣父圣灵圣子的观点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Nabi Muhammad本身不是神 他只是神的使徒 这一点是很明白的 可是这些人 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 他却要诠释这个条文 这个就是最可笑的事情 但是像这种愚蠢的行为 非常多了 我就刚好讲这个的时候 来举这个例子 所以确实你不是宗教师 是不能够去诠释这个经文的 这一点要讲得清楚 那这一个经文的正确诠释 我刚才也已经讲了 其实李存孝他自己的说法 不正确 但是你没有这个权势的权利 其实像哈拉卡 像回教党 这样子反驳他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搞到去报警 这个也是一个很卑劣的行为 这个就是之前 你当然报警是你的权利 就是像之前有人去举报 我欢迎你去举报 我也不怕你去举报 是一样的情况 但这种是恶的行为 你不同意他的 你就用理据来打脸他 提出你的理由去骂他 说你讲错了 真正应该是这样子 这才是正确的 而不是要叫他禁声 要叫他坐牢 不要因言入罪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但是警方采取行动很快 然后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整个行动党是禁声的 现在有0033一两位 像Aziz Barri 这个Pili州的州议员 有出来声援李存孝 然后巫统 有一位出来声援李存孝 但是也有另外一位 说李存孝是错误的 但是不需要去报警 这些都是正知上的操作 像Sadusi讲 短裤Apek 其实像 我有位同行非常著名 叫Apek Giner 他也是一位律师 他主要是用马来文来讲政治 然后他的粉丝数 几十万 三四十万人 其实我对Apek这个字 有点反感 因为我在马来乡村长大 同龄的人叫你Apek 他其实是有羞辱的意思 就是讲你们华人 是Apek 就像我们叫中国妹 中国妹 越南妹 越南妹 我对这个讲法是很反感的 我之前有讲过 你等于是 你看低人家 为什么叫越南妹 为什么叫中国妹 其实你跟移民厅 immigration 那些看到中国人 看到越南人 就要跟他们拿钱 不然不给你进来 要买官 我们之前讲解过的 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你先天先看低他们 觉得自己高冷一点 这是错误的 所以我用中国女生 用马来女生 用越南女生 很多人用马来妹 是一样的情况 这个Apek本身 也是有贬义的词 像Sanusi 他其实就是在操作 像这种Apek Giner 其实是讲李存孝 其实李存孝的年龄 应该不会比Sanusi老 他比Sanusi年轻 我没有特别去查 但是应该 看起来是比Sanusi年轻 就算没有比较年轻 年纪也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他要叫他Apek 这个其实是马来同胞 在称呼华人 专门 很平常的一个词语 其实很多都是会讲 可是我的朋友这样讲 他们无心的 我会讲 你这个讲法 听了会让人不舒服 最好不要用 尤其是华人经 所以大家不要先天性 接受这种有贬义的词 就像福建话 讲马来人是 反载反载 这个我之前也讲过 这些也是有贬义的词 不要这样子 讲印度人是寄灵人 你讲印度人是寄灵人 他会打你的 所以你不要用这些 有贬义的词语 去称呼人 我们自己也要做到这一点 所以要去纠正马来同胞 我们也不要这样 去对马来同胞 Sanusi 他这样子讲 其实就是 也是为了政治利益 所以你看一方炒作 一方支持 其实最后都是政治利益而已 当然李存孝讲这些话 也是为了政治利益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政治人物 所以这是我所说的 政治人物看的都是政治利益 不是看对错 而我们作为人民 我们不是政治人物 他们拿着我们的明知明高 我们的责任是监督他们 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这个事情 不要耗费太多 我们的警力资源 人力资源 我们政府的资源去调查 真的是一个很浪费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把立场摆在这里 对错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驳斥它 就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讲题 讲RTM 讲马来西亚新闻自由 关了很多网站 我就讲 你讲它是假新闻 你有大把 你是政府 你有大把的资源 你有国营电视台 然后你有官方电视台 你有Banamo 你有RTM 然后你可以下指令 给这些 你可以出文告 给这些电视台 私人电视台 他们也一定要报的 你可以很好的反击对方 那为什么 你却要用最下三滥的方式 就是不让它发生 这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也一样 李存孝 他的全是错误 但不应该上纲上线到这样子 要让人近身的情况 所以道理是一样的 跟我之前 我讲那些投报的是一样的 不要做这些 悲劣的行为 不管你是种族 什么种族 你是什么立场 都是一样的 不要因为立场 而把是非黑白对错 给模糊掉了 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那好 第二个讲题就讲到这里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用剪刀 把它给剪开 把这个排行团 都效素倒出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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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开第二包 然后记得要加100毫升的 对白开水 那么这个烫水就把它搅一搅 煮水了 那么煎夜后的这个销售之后 记得它多喝水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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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